最精彩的桥段是那酸菜缸 和围绕酸菜缸发生的那些事 包括八楼大张 在屋里跪着 那一番是最好的 后边第三番啊 稍微有点接不住第二番 那么最后这个底呢 坐在轮椅上腿被打折了 这个挺好 把它归在一个让我们很暖的这样一个主题上 但是他说互相藏私房钱 解决的话题是大家要爱 这个有点难缘悲哲 准确说夫妻之间 能够长久在一块生活 最关键的是俩字是信任 所以我是觉得三位表演呢 在这个套路里边没有出格 但是这个情节上和最后这个收尾上 稍微显得仓促点 有继续打磨的一地 我是想把这个事交给汉林老师 我不给过 从我本身来讲